各位球友大家好,我是陈琴老师 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新手跟我走》 本期我们讲解的内容依然是各位初学球友们 在打高眼球时容易出现的问题 不过我倒是建议各位非初学者 也可以看看这样的视频 希望大家在看视频的时候呢 既可以看到视频中投稿人的问题来提醒自己 也可以学习我分析问题的思路 这样可以看自己平时练球时的录像 来进行自我的纠错 好,我们先来看这个球 我们先来看看机球动作存在哪些问题 首先,大体上来说,机球动作没有什么问题 但稍微呢,有点僵硬 不太连贯丝滑 一般是因为打的比较少 练习量不够 还应该继续做一些无球的挥拍练习 练习量上来了 熟练了,自然就柔和了 稍微细节一点的问题呢 就是第一眼看上去啊 机球是好像蹬地有点不足 正常蹬转之后啊 左脚应该落在右脚附近的位置上 这个视频中呢 左脚的落点非常靠后 这显然是不舒服的 不过,这只是表面的现象 我认为啊,如果让它原地做蹬转这个技术动作呢 它应该是能够掌握的 机球时出错的根本原因呢 在于机球点有些偏厚了 整个人起跳的时候啊 有点是向后跳的 机球时身体姿态呢 是比较后仰的 这样呢,就很容易蹬转不够了 那么应该如何解决机球点偏厚的问题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练习啊 是带着后撤步伐的高远球练习 所以导致机球点偏厚的原因呢 有很多 我们不能只去分析机球动作的问题 要从步伐和习惯上来找原因 首先,从步伐上来看 一个比较直观的问题啊 是第一步右脚蹬地的力度不够 导致左脚贴地飞行啊 垫步的距离太小了 后撤呢,就不够了 自然也就失去了正确的机球点 那么更细节一点来说呢 蹬地和后撤的这两步啊 都不够完美 首先是第一步的蹬 除了力度不够以外啊 在移动中抬得有点高 但是对于HU来说呢 可以不用的要求太严格 把蹬地的力度掌握好就足够了 第二步 左脚跟着后撤的垫步问题呢 稍大一些 我们之前讲过 这个侧步呢 要贴地飞行 而这位球友呢 在后退的时候 更多的是向后跳的感觉 这就多了一个 竖直向上的这么一个位移 拖慢了整体的移动速度 那么要解决上面提到的这些问题 应该用什么方法来练习呢 首先步伐上 要多去体会蹬地的感觉 也就是右脚的前脚长得发力 用力去踩地板的感觉 要那种呢 把整个人一蹬 就往后飞的这样的感觉 这样才能让第一步充分的发力 进而呢 能退到位 同时 我们在后撤的时候 要注意左脚 有没有抬得太高 我们要找到贴地跳 而不是向上跳的感觉 在击球动作上 我还是建议啊 要继续练习 原地无球挥拍练习 巩固基础 提高熟练度 除此之外 应该先从更简单的 有球练习方法开始 比如原地扔球 不跑步伐 只是单纯的原地击球 先纠正我们的击球点的问题 找到正确的击球点 然后呢 逐渐的加大难度 但是 各位球友在练习的时候啊 一定要注意 扔球的弧度呢 适当的高一些 我认为 视频中 扔球的弧度有些平 扔高一些 多给练习者 一些后撤的时间 就会更好了 这个栏目呢 我们也不只是解答 高远球的问题 大家比如说对步伐上 技术上 你包括比如说往前的搓推钩 包括后场的一些 杀球啊 吊球技术呢 等等等等 有任何的疑问呢 都可以发持平给我 欢迎大家积极的投稿 咱们呢 下期再见